7對我來講 它的想像它是比較像是一個甲蟲 獨角仙的腳 因為7本身它是一個很堅固 而且耐用 而且是有很美麗的光澤的東西 我最初最初也是被那個光澤給所吸引到 如果沒有做講解或者去認識它的話 你不會認識它7底下 它其實有這麼多的工序跟工法 那其實跟甲蟲很像 甲蟲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在土裡面生長 慢慢茁壯才形成它漂亮的殼 一樣都是需要花很多時間 來成就它最外層的那層美麗這樣子 這個甲蟲的腳的圖案很像一個獎盃的圖案 然後我就把它跟冠軍聯想在一起 所以最後是選了冠軍這個名稱 7的話有時候大家會對它有一個誤會 為什麼它這麼貴 然後它顏色有些看起來很顯眼 那它到底可不可以用 其實7是這樣 它不是所謂的裝飾的物品 它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讓人去使用 因為它本身就是耐高溫抗酸鹼 它對於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是有非常好的保護跟安全 假設我們今天是用塑膠的製品在用 我們會把它吃進去 因為髮刷其實算是圖師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好夥伴 所以我也用這個髮刷的形象去衍生出一個 我設計出來一個吉祥物 它叫做毛次郎 因為次郎就是惡號的意思 我希望可以做傳承 大家認識它、喜歡它之外 再把這個技術繼續的交給大家 我會希望把生期、素期這個東西 重新帶回給大家認識